每一地都赶在工厂里 这样有大量的所谓廉价劳动力的后备军 是这样 叫农民工 对 所以它实际上现在是继续炸农民 就是说等所有的 两亿都没人了 就说农民工跟不上个人 等所有的工人和农民都炸光了 这纯粹无果就该出来 其实包括股民 包括中产阶级 现在还有P2P 最新的是P2P的 原来的共产主义理论 都成为人家的 案板上的肉 过去的原始的共产主义理论 就把所有的财产都公有了 这样你看 就没法剥削了 但是呢 很明显 文化革命就是证明那套不行 那套肯定生产力就绝对下降 那么邓小平他们上台以后 改成这个所谓的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产生一个什么后果呢 就是说过去工有的财产 改了名字叫国有财产 跟你们老百姓就没关系了 而且都变成经理了 然后呢这些人利用支配权 慢慢把国有财产变成了私有财产 这种混合所有制呢 引起老百姓更大的愤怒 这个咱们艾伯拉是很有发言权的 就是他是毛派啊 他是毛派 左派 毛左 毛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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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说这个啊 就是毛粉 其实他们呢有很多观点 是跟现在的广大的中下层老百姓的观点 是一致的 就是我们无缘无故被剥夺了 你要说都归工家了 大家都有份 起码还说得过去吧 现在工家都变成私人的了 现在变成国有的 最后变成你们私有的了 你们都成大资本家了 花钱酒地的 我们老百姓怎么办 我们老百姓过日子还很苦 而且相当多的老百姓 咱们得承认 相当多的老百姓 还不如毛泽东时代 这是为什么很多人怀念毛泽东的时代的原因 他确实有理由 你看我毛泽东时代 我当一小工人 我工资很低 三十六块 三十六块钱 做有三十六 不过三十六 这句话 但是第一我不交税 第二我住房很便宜 十多年一样 所以我们家里一百多平米才两个多钱 工家还给他们做福利 家具都公家 家具都租的 然后小孩要上大学了 不用交钱 对不对 你要贫困的 像老百姓那种 每个月还有十五块钱的补助呢 刚好够活着费 三级 第一十八 十八 还有三个年买什么牙膏什么 杂物杂品的 有工作就十八 对吧 新的病 我记不太行 反正头头是十八 生病 上医院 也是公费医疗 对不对 洗澡 扣包了 理发的 还发早票 什么 然后老人死了 当然也没 不像现在花那么多钱 那么这些老百姓 他现在怎么办 工资其实你按绝对值计算 相当多的 不要说农民工了 就城市的很多工人 他的工资 你要按照通货膨胀折算 当年也不过就三五十块钱 并没有增加 并没有 因为什么就是刚才讲的 大量廉价劳动力进了城了以后 你要高工资 你下岗 我们用农民工了 对不对 用这种方法维持这个廉价劳动力 那么实际上这部分人 老外我插一句 还不过是这个 我哈哈在这个 我们一个朋友就在杭州的工业园区 那我哈哈用人怎么用啊 就是临时工 临时工从农民招来 他大概有那个有毒的东西 干三五个月半年 得职业病 立刻等于开除 再用一批 完全没有福利 资本家也资本家 超经济博学 所以中国现在这个状况就是 它已经到这种 一个是老百姓的很多生活水平 确实比他们过去还低了 你不得病不上学 不住房子什么那还行 跟过去工资差不多 可是过去工资之外的这些福利呢 现在没有了 所以他们生活水平还下降了 那么你说 可是权贵呢 权贵呢 比美国权贵 那么现在实际上就是 这个支配权已经转化为财产权了 这批人很有钱了现在 很有钱了 而且你说现在民营企业 哪有什么真正的民营企业 都是跟当官的勾着的 对不对 全是勾着的 哪云 我93年回去 我们老同学里 相当哪一批现在都是这种 富翁啊 怎么转钱啊 有一个个人特付 我说我缺钱花 马上翻桌 找他找他 把电话给我找他 第二天第六十万块钱过来 然后 我说我给你借钱 他说我不借钱 我送钱 这十万块钱给你 一个月够不够 不够下个月还给你 我说你能不能一下给我六个月 我急需三天以内要筹击六十万 我买个银行吗 他说 警生啊 你拿钱干什么 我可是知道的 你们他妈民主了 我们他妈完蛋了 说我们谁不明白 我们这钱是怎么来的 都知道怎么来的 我说你能跟我讲解 你怎么来的吗 他说很简单 就是那个赵紫阳时代 承包了几家国营工厂 就是你说的支配权 我怎么把这国营工 大公司 几十亿人民币的当时 几十亿人民币的大公司 怎么变成我自己的财产呢 我让我弟弟去美国 在美国登记了一下公司 我这个公司生产电视机 成本 比如说 他说我打个比方 我不告诉你具体什么产品 假设我生产这个 成本三千块钱 我一千块钱卖给我弟弟 我弟弟里边三千块钱卖了 两千块钱利润 然后我这个厂子就要亏两千块钱 亏到最后资不抵债了 然后我弟弟带到美国公司回来 中外合资 然后你这个就算零 我把债务全担下来就行了 那算零 然后这家企业 就变成我的私有财产 就这么简单 而且现在方法已经 这个都算落后的方法 你看那 现在那些 搞的金融公司那个 哇靠 搜刮股民财产 那还是玩的 越玩越厉害了 新花招多得很 咱们都不懂了 总而言之 就是 从理论上讲 就是老齐刚才讲这个 他现在是掌握着支配权 你要是完全公有制的时候呢 他没有那么多的私有财产 顶多是多吃多战 对不对 可是现在他搞双轨制了以后 真的就把老百 本来属于老百姓的财产 都变成他们的私有财产了 那么现在就引起了 新的阶级斗争 就是官僚资产阶级 和这个 所谓的无产阶级吧 或者少产阶级 应该要 现代的 官僚买办资产阶级 没错 跟那个 跟那个 我这让很多年 经常讲这个话题 现在已经普及了 大家都认可这个话题 当然 国内人不敢说 官僚资产阶级 他改成全贵资产阶级 那不是一回事吗 国内人也挺有意思 其实 以为这样就能躲避了 共产党的打击 你还是躲避不了 其实同样的意思 对不对 人该收拾你 照样收拾你 但是就是说 这个权贵资产阶级 或者官僚资产阶级 他们跟普通老百姓 占百分之九十以上的 这些普通老百姓之间的矛盾 越来越尖锐 是第一对 是不可调整 而且 现在 你在想忽悠老百姓 已经很难了 老百姓是 因为有互联网存在 老百姓真是越来越聪明了 其实没有互联网 你光是打个低 坐个出租车 你听这个出租车 比你传播的 你也就非常清楚了 人都说 你到北京你想了解中国 快速了解中国 一根 你就坐上几天 不断的换车 坐出租车 五天下来 一个星期以内 你就了解中国 什么话题都有 其实这个 我那时候也是 在北京回去以后 我也是坐出租车 我就发现确实 中国老百姓的觉悟 真的很厉害 很清楚的 很多问题看看 他不一定有互联网 但是他们自己有 私下传播的一种网 那么 由于现在阶级斗争 这么明显 这么剧烈 那么 他们 官僚资产阶级 就是当局吧 共产党的当局 和老百姓之间的矛盾 就是一种很尖锐的阶级斗争 你这话题特别好 对 我再插一句 他这个 不是插一句 你是主讲 我插一句 庐山军官训练团 是怎么讲的呢 日本人打进来 我们还有王国奴可当 如果共产党打过来 我们想当王国奴而不可得 这是蒋介石说的 这是蒋介石说的 现在从这个邓小平到习近平 是同样的逻辑 就是说 不管谁打进来 他还有儿皇帝可当 如果说中国的典型呢 如果说中国的典型呢 就是所谓赵光定 他之前呢 非得抓住 早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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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的还有一个事呢 我都不是替老毛说好话 我们客观实事求是 大家都知道 老毛建国出的黄炎培 有些简话 就是说怎么避免历史循环 我相信老毛啊 有这点理想主义 否则他也不会发动王大面 对 实际上我看北大的右派资料 他是讲 57年百花齐放的时候 老毛提的 但是当时的常委 起码朱德周恩来 刘少奇都不同意 他们认为等于说 那意思一弄就落了 我拿老魏比 比如说老魏 你是这个基金会主席 我们说今天 大家会给老魏提意见 老魏也很高兴 所以提了半天意见 老魏啊 你下台吧 你得下台吧 你干嘛 刘少作庄吧 你干嘛 因为他说 你们说啊 我很高兴听着 对吧 大家也说了放肆 不是 比如说举个例子 像张国军之类的 也是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的 对 咱们都说说 你干嘛 你来我干 对 对 所以呢 这个 到 到66年发动王大命 我相信老毛有一个 就是有一个想法 他是一贯 我举一个例子 林锡灵说在监狱里头啊 穿上军装 戴上五星帽 说什么呢 他是老洪卫兵 也就57年他干的 跟66年啊 这点事实际上没有本质的区别 或者叫毛冬发动王大命呢 也可能就是说 旧事论事 也可能是某种意义上的 为57年的赎罪 因为他这矛盾是客观存在的 你不解决是不行的 另外题外话 因为我在那儿挨整呢 也没什么可干的 后来就是说干活呢 每天晚上就得 老看电视里面一直 在北大的唯一图书馆呢 就是马列那 东肖默那 所以整天翻那 列宁全集都看完了 那个看斯大林那 他说托洛斯基 托洛斯基呢 我详细我没弄过 没仔细弄过 他就讲 他有两个论点 这是斯大林批判的 他说第一 老干部容易特米多尔化 我不懂什么叫特米多尔 就是资产积化 简单说 第二呢 青年学生呢 对老干部这种俯化 最敏感 所以呢 要让青年学生在战斗中 领会革命攻势 我黄大命没写过检讨 一共写了七批判 就是批判他们 这是第六 第几批判 我就说这事 我说啊 最近我这读马列啊 有点心得 我就说托洛斯基是这个观点 但是呢 托洛斯基跟这个 偉大领袖毛主席说的这个 说党内有左资本主义当权派 而且让胡云林革命小将呢 造反 这个 在革命大风大浪里锻炼 培养千百万无产机器 革命接关人 我说这完全两回事 我说托洛斯基是污蔑社会主义制度 鼓动右派学生向党进攻 偉大领袖毛主席发动我大命呢 是为了反修防修 是培养千百万无产机革命接关人 我说苏联修正主义 污蔑说偉大领袖毛主席是新冒出来的托洛斯基主义 我说这完全是污蔑 然后那我那会儿已经被送到保卫组 保卫组是敌我毛子 人事组织人民内谋 那小子叫刘兰庆 他就想看着半天 他说你这个批判有点纳的 我说有点哪个呀 我说有哪点不符合马列主义吗 他就没话说了 所以后来他们那次巴尔斯要隔离我以后 我后来跟他们说 我说你隔离我没用 我不会写人讨 我早就告你了 就是说你死了心吧 所以后来没办法 关了大概十来个月吧 我说你这么老关着我身体也坏了 对不对 我出去劳动还活动 所以他给他们 给他们专案组有个讲话 这个王连龙是张真乔 那个政府名单里的教育部副部长 严案的时候是张思德那班 他给他们讲了 他说这个 现在让他们成人错误 看样子也不可能 走着瞧吧 江安会见面 这是跟我传达 没传达是后来我劳动的轻功跟他跟我说的 他说说了 说这个别人学马列 越学越革命 说这个齐一生他们学马列 越学越反动 是这样 所以我那个检讨 他看了 他觉得有点儿 那个 实际上呢 我认为老毛从好子说 他这思想 他有点儿理想主义 他想解决这个历史循环的问题 但是他自己就是那个阶级的人 他就想拿着自己的头发 从地球上离开 这不可能 所以我为什么说 我今天开个头 我们要研究后毛泽东主义 因为毛泽东这一套王 毛泽东大安命理论 从根本上说 实际上是违心的 是不管用的 所以他这个 毛泽东大安命 就失败 这是必然的 是这样 当然了 如果大伙儿有兴趣 我还吓唬过什么 我还可以说过 整个毛泽东大安命的过程 我怎么看 当然没兴趣就算了 我不想 都会让大家说 我们兴趣的都是有兴趣 对 你是被群众专政 一直到七八年 对 够久的 他那个 陈归德 他姐姐跟我们一块的 他 因为他姐夫是工人出身 所以呢 是总部的头 老毛七二八号 那个 召见五大领袖 我说讲了 那讲话说 团灵飘 红 联合起来 成立井冈山 我们是繁建原子的 那灵啊 就是讲我嘛 为什么叫灵呢 北大 那个 我们这个 就是 原来贴大都高 老叫03 632 03系是化学系 所以那灵呢 画得很大 所以以后 反正支持我们呢 都还大 所以灵派 那会儿 景阳山呢 有八千人 我们灵派 因为策略比较合适啊 我们这五千人 你说那些都是造反派的 就是说 就是说 凡是拥护我们 观点啊 他也都写个灵 不是 不是这系的别 也写个灵 我插一句 那毛泽东说 赫鲁晓夫就睡在我身边 他是这 我不否认 这里有争权的 我是说 这个从这历史的脉络上说 我再给你举一个例子 我这我亲眼看的 这个 那会儿 七二零以后 我上 就走了一圈 从北京 到武汉 到长沙 到陈州拐弯 那叫什么 香干馅 叫什么东西 最后走金华 杭州上海 回北京 整个这一条路 不谋而合 就老毛 视察大江南北那条馅 走到湖南 看四十七军大都报 是怎么写的呢 刘少奇 1965年10月 对 对济南军区 诗以上干部的讲话 讲什么呢 说共产党不是封建帮会 上海清风帮老头子黄金融岁数大了 就把位子让给蒋介石 不要站着毛坑 不拉尺 这是第一句 第二句 有错误就得承认 不要欠债到棺材 生前不还 死后还 话说到这个程度 我相信 当时叫中调部 或者现在叫国安部 国安部济南站 八百里加急 当天晚上 就送到菊香说了 没事 轮到谁 听了这话 怎么想 我们不说毛和东怎么想 就是换一个 李泽东听了 他会怎么想 就是说这样 所以我不否认 老毛他就是一个旧时代 占一半的人 你不能说他就是真正的那种 大公公私的什么 但是 所以我说老毛这个 他人格很复杂 他还有中国农民那种绞结 耍小手腕 这些都有 他什么都有 是这样 所以我说的意思 还是说到我那题 我们要研究厚毛泽东主义 就是毛泽东我们要洋气的 就是说我们扔到洗浇水 不能把连小孩子都扔了 还有可取之处 对 他也有可取之处 不管多少 但是我们不能 换句话 简单说 我们不能再用他这个体系 再搞社会改革 因为他的东西已经证明 是无可 就是什么 无一是处 就是说 他那根本不灵 他那失败 他那根本不可取之处 我是一无是处 你说有可取之处 可取之处 可取之处 就是他还有那意思 就是想脱离这个历史循环 就不要弄成这个什么 这笔如果大伙有兴趣 我还可以多说两句 就是说关于中国这革命的问题 中国民主革命 简单的讲就是一场农民革命 简不赞 当然徐七分也批判这个简不赞 但简不赞 我这说到点上了 所以呢 毛泽东就很劳活 他讲什么呢 中国农民 反对封建 不是作为一个 新生产力代表 不是作为一个制度来反对 农民反对地主 不是作为一个阶级来反对 农民反对皇权 不是作为一个主义来反对 简单说 就是中国那种俗话 就是他打倒了皇帝 他想当皇帝 包括现在习近平在内 所有这套路 都是一人得到鸡犬升天 就是这样 所以他们脱离不了这个阶级局限 所以依靠这批人 推动不了社会进步 是这 这里我还要说一句 如果大伙愿意听 我就再多说一点 说 这个我说这中国知识分子 我就说这知识分子的问题 实际知识分子呢 就其主体来讲 实际上呢 就不太有人格 我不是说所有 从主体讲是什么呢 五七年以后就给打掉了 不光是五七年以后 从五七年以后 从五七年很精的经验 有我同意 我那些东西都说 就说从孔孟之道教育下来的这些 这一套 是吧 对 完全就是说什么 说句不好听的话呢 从大事上讲 上世纪 五十年代以前 西方资本主义 经济危机 大萧条 相比来说 社会主义呢 有点蒸蒸日上 尤其二战 又和法西斯打败了 所以整个世界的知识分子呢 都吹捧社会主义 啊 然后二十世纪后半一 啊 这个苏联垮台了 啊 这个 然后呢 就社会主义不吃香了 整个这个 啊 知识分子这整体阶层呢 又都吹捧资本主义 啊 所以你就看出来 就中国那古话讲 文人无形 啊 啊 没有人格啊 啊 趋言不适 哪边 就是说这台湾啊 叫什么西瓜味大边 哪边边大 他就往哪边考虑 啊 所以没有人格 啊 啊 再说不好听了 像什么李克强这样 我当然了 待会儿不愿意听 你就可以立刻把我指指掉啊 那个 停掉 这个北京小孩啊 讲拍马屁呢 就舔地眼 我当时就想这个 什么小孩 说拍马屁 是舔屁眼呢 现在就舔橘 啊 那还是文养 后来呢 我就一直找这个出处 找到庄子列玉寇啊 曹商使秦啊 大家伙可以去看啊 啊 这个上说呢 宋人有曹商者啊 啊 那意思简单说吧 出使秦国 宋王呢 送了他一辆车 一车一乘 啊 后来呢 到了秦国以后呢 秦王一车百乘 就送了他一百辆车 啊 这个 然后回来 他就非常那什么了 对不对 然后他就跟庄子夸越啊 说这个面黄鸡瘦 三根大金 芝士脑袋 是吧 那个卖 卖草鞋 微生 他说这不是我曹商所长 一物万乘之主 就说把那个 好像最高的权威给说 说高兴 啊 一得车百乘 说商之所长也 就这是我的那个什么 啊 那个 嗯 庄子就说呢 我听说呀 秦王有记忆 啊 说他有病 说他要有窗呢 你要给他 作干净了 就给一辆车 说有痔疮呢 嗯 啊 就是说 给舔干净了 就会 就给的更多 就 所至欲下 得居欲多 啊 说你得了一百乘车 你究竟舔的 秦王哪个部位 啊 啊 是这样 所以这个小孩 北京小孩 说这个舔提尔呢 是从古代就有了 啊 只不过就是小孩 世俗化 啊 所以像李克强这一队 就纯粹就是舔治苏干 啊 现在还是国内 我说国内没有人格也是 一弄齐齐名义当权 就什么什么 啊 习大人 又什么 彭妈妈 啊 孔子早就说过 非其鬼而忌之啊 啊 为之产 什么意思呢 就不是你们家的总牌味 你到那顶礼磨拜 啊 哭天磨乐 啊 如丧考彼啊 啊 这不是敬重 这是产媚 你又不姓习 你也不姓秦 你凭什么管他叫大爷 对不对 这完全是一种产媚 但是国内呢 就纵容这种 纵容这种舔治作刚 这这种这种风气啊 啊 齐静连还挺得意 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 就是说实在 就是说不好说 我讨厌这种社会气氛 你知道吗 啊 而且呢 我是等于说 有理论根据的 就我跟你说 从自古以来 就中国文人就舔治作刚 一直到现在 啊 是这样啊 啊 这一个 啊 还有一个 啊 中共不姓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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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